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卡伦对假扮这种事,越来越有心得,越来越习惯,也越来越从容。 秩序神教里应该专门有一个部门负责间谍和渗透,卡伦一度怀疑, 伯恩主教可能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之一,因为他的父亲和儿子都渗透进了帕米雷斯教。 不过卡伦可不想引起将内这类部门的注意,他假扮别人身份往往都是用莱茵的急, 大部分时候他还是习惯摘下面具去呼吸属于自己的新鲜空气。 比如帕瓦罗审判官,已经跑出去做任务,很久没回过家了。 海神支甲是最好的融入方式,尤其是在大家伙都是一张腐烂脸的前提下, 面容上的区分度几乎被抹平了。 果然,在看见卡伦亮出海神支甲后,其他黑袍人马上挪开了目光, 大家开始收拾尸体。 卡伦抱起一具尸体,跟着其他几个抱着尸体的人向地下室走去。 地下室很潮湿,并不是水气重,而是血气重。 里面的灯亮着,有六颗蛋,最中央那颗蛋块头最大, 而且发黑。 前面的人将尸体丢入旁边的一个个空桶中, 然后马上转身向上跑去。 卡伦差点误以为他们发现了自己的身份, 想把自己直接关进地下室里, 结果等他们一个个跑上去后, 最后一个出门的发出了一声叹息。 他又走了下来,问卡伦, 你怎么不跑? 声音很尖细,像是嗓子还没发育好。 好吧,不仅脸没辨识度, 声音似乎在这里也没辨识度。 卡伦没回答, 对方也没疑惑, 而是拿出一把刀和一根管子, 开始给尸体放屑。 卡伦看着地上还有几把带血的刷子在, 心里明白了什么。 所以,那些人先前忽然跑出去, 和最后两个放下碗的人洗碗一样。 卡伦补了一句, 我知道跑不过。 对方听到了, 点点头, 到, 河里。 卡伦学着对方的动作, 捡起地上的刀和管子, 开始给尸体放屑。 场面固然恶心和血腥, 但对于现在的卡伦来说, 依旧算在能承受范围之内。 就是可怜了这些伍德先生的手下, 他们应该是感知到了老大被抓住, 所以才想办法来营救, 但他们终究是失败了。 伍德先生手下确实是有一批亡命之徒, 多少还和教会圈有些关系, 但艾伦庄园在自己来之前都凋零成那样了, 伍德先生手下也不可能有太多强力手下, 毕竟他都一度被拉斐尔家族在这里的势力 给压制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这帮海神教的家伙, 素质非常高, 拿捏一座科罗纳岛真的是轻而易举。 如果不是他们袭击了耿迪小队, 他们完全可以在科罗纳岛盘踞很久, 所以还得感谢队长当了任务承包商, 否则就是自家小队负责这次押运任务被袭击了?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奇怪。 这时卡伦看见对方拿起了刷子对着蛋壳开始涂血料, 卡伦也拿起一把刷子, 沾血开始涂抹。 一刷子下去, 马上就能看见蛋里面出现了一道黑影, 像是两只手贴在了蛋壳上, 然后是一张脸, 做笋锡状, 但嘴巴搭得跟着锡盘一样。 把涂抹上去的鲜血很快就渗透了进去, 卡伦继续涂抹, 一直到里面的东西吸食饱了, 才换下一个。 剩下的你来弄。 黑袍人偷起了懒, 还剩下一个黑色的蛋, 他先放下工具上去了。 卡伦走到那枚黑色的蛋前, 心里有一种想把这些蛋全部捣碎的冲动。 在这里, 你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教会圈子里的黑暗, 圆教指海神教信徒需要用人血迹养, 才能进化出他们想要的模样, 轮回神教的人将普通人的身体当作承载意识的消耗品容器。 神位于至高的位置, 他的信徒们也高高在上。 也因此, 哪怕秩序神教里也会出现类似奇赫术法官那样的砸碎, 但从大环境上来讲, 无法否认的是, 秩序神教在这个纪元里, 确实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不一样的格局。 滋滋滋滋滋, 黑色蛋壳里传来了一阵摩擦声, 像是在笑。 卡伦拿起刷子, 继续克制住自己心里的排斥感, 给他刷上鲜血。 这些东西是会被毁掉的, 但不是现在, 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救出伍德一家。 做完事情后, 卡伦将刷子丢在了地上, 走出了地下室。 没有在一楼继续停留, 卡伦走上二楼, 然后继续走上三楼。 三楼餐厅位置, 坐着一个黑袍人, 他给卡伦的感觉和其他黑袍人不一样, 在他身上, 卡伦感知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这时, 对方转过头看向了这里, 卡伦迅速调整了目光, 帮我倒杯狼母酒。 卡伦低头示意自己知道了, 转身走入厨房间, 上次伍德先生请过自己在这里吃饭, 厨房间里有酒柜。 倒了一杯酒出来, 卡伦将酒杯递送到那位面前。 对方接过了酒杯, 没有说话, 只是放在面前清秀着。 他脸上虽然也缠着绷带, 但绷带完全被鲜血浸染, 是红色的绷带, 而且那双眼眸, 泛着蓝光, 和普通的黑袍人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 这时, 旁边房间的门被打开, 身上被绑着蓝色绳子的伍德走了出来。 我刚刚听到了下面的声音, 是的, 是你的人想来就你离开这里。 他们呢? 都死了。 你说过, 如果我配合你们, 你们就不会在这座岛上杀人。 但前提是, 你和你的人要乖, 很显然, 他们不乖, 而且还想要进行反抗。 船明天就到, 太晚了, 你不希望我们待在这里, 其实, 我们也很想早点离开这座岛, 前往我们真正的目的地。 明早就到, 我记得, 按照我们原本的约定, 应该是今晚零点, 我们索要的船就应该靠岗了。 明早到的船, 满载着补给。 哦, 很好, 这样算下来, 我们反而更省时间了, 你做得很好, 武德先生, 我只希望你能信守承诺。 当然, 如果你们不打算信守承诺, 我希望你能放过我的妻子和女儿, 他们从一开始就被你们囚禁在了船上,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你们的身份, 他们并不算艾伦家族的人。 其实我一直很诧异, 一个能够知道我们存在的家族, 竟然落魄到这个地步, 你的先辈们驰骋大海时, 他是很难想到自己的后代会有这么一天吧。 武德先生笑道, 同样的话, 我也送给你们。 哈哈哈哈, 黑桃人笑了, 我很欣赏你, 武德先生, 这个世上能让我一诺欣赏的人可真不多。 可惜, 你是家族信仰体系者, 继续联络那艘船吧, 争取让他更早一点过来, 这个鬼地方, 我一刻都不想多待。 伊诺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他站起身, 看向窗外, 自言自语道, 那只猫, 在窗台处看了我很久, 我喜欢猫。 听到这句话, 卡伦心里一震, 但他强迫自己没有做出任何的多余动作, 将我们的武德先生送回联络室, 看着他继续催促传过来。 卡伦伸手, 抓住了武德的肩膀, 武德愤愤地看了一眼伊诺, 甩开了卡伦的手, 自己走向了房间, 卡伦跟着他走了进去, 关上了房间门, 然后卡伦就贴着房间门站着, 他听到了另外的声音, 应该是又有一个黑袍人走了过来。 伊诺, 你在看什么? 达特, 你看那只猫, 像不像我的米尔茜? 你说的是那只你在船上养的那只猫吗? 我看看, 哦, 那只猫的色泽, 可比你的米尔茜要漂亮多了。 可惜了, 我的米尔西在之前的航行事故中, 遗失在了大海深处, 我想, 应该是伟大的海神也喜欢上了他, 才将他收走去陪伴。 你睡够了吗? 帮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我去把我的西米尔茜带回来。 好的, 你去吧。 随即, 卡伦听到了开窗户的声音, 以及一阵能量波动。 是普尔要被抓了吗? 我不是让他不要靠近这里的吗? 阿尔弗雷德能不能保护住普尔他们? 信号枪来不来得及使用? 能量波动再度出现, 伊诺的声音再度传来。 哦, 你看啊, 达特, 他很可爱, 不是吗? 该死, 这么快就被抓住了。 是的, 你高兴就好。 伊诺, 好了, 我继续去睡觉了。 对了, 船什么时候到? 明早, 一艘补给充足的船将会到岗, 然后, 我们再赶一些血羊一起登船, 就可以出发了。 我希望能更快一点。 已经是最快了, 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我也害怕, 要怪就只能怪你带人出手时, 没提前摸查清楚他们的身份, 不过还好, 我们的时间来得及, 等那尊庞然大物反应过来时, 我们已经在大海深处了。 说了不要翻旧账的。 我的错, 我的错, 好了, 你去睡觉吧, 我要陪陪我的西米尔西, 看他的毛, 像不像白雪。 白猫? 卡伦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放下来了。 是啊, 自己是关心则论, 普尔虽然在家里像大小姐, 但他是富有冒险者经验的, 怎么可能会犯那种低级错误? 卡伦一边解开自己脸上的绷带, 一边向坐在电话机前的伍德先生走去, 在旁边还有一块阵法石, 伍德先生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扭头看过来, 在看见卡伦的脸后, 伍德先生马上露出了震惊神色, 不过他不用卡伦给他做虚的手势, 他自己懂得晋升。 卡伦对伍德先生做了一个双手下压的动作, 伍德先生举起两根手指, 卡伦又做了一次下压的动作, 刚刚听那位黑袍人说伍德先生的妻子和女儿被关在船上当人质, 而队长他们正在港口搜找那艘船, 不出意外应该能救下那对母女。 伍德先生看懂了卡伦的意思, 将手放在胸口, 对卡伦点头。 卡伦重新将灯带缠回到脸上, 推到了门口。 接下来的情况就有些复杂了。 其实, 自己现在完全可以解开伍德先生身上的, 静置他力量的绳子, 然后带着他从窗户逃离, 以自己的实力这一点应该能够做到, 毕竟, 伍德先生本人又不是柔弱的姑娘。 但如果自己这里发动得早, 队长那边还没找到那艘船就吓人, 就有些不美好了。 来都来了, 要就肯定把人家全家就出来。 所以, 卡伦准备再等一会儿, 给队长他们那边多一些时间, 最好是等队长那边先发信号弹, 自己这里再行动。 这一等就是接近两个小时。 原本喧嚣的小镇, 在这个时间点也安静了不少。 这时, 卡伦听到了脚步声向这里走来, 门被推开, 是依诺。 你说他美吗? 依诺抱着一只白猫问伍德先生。 伍德先生没理会他。 呵呵, 他的美, 你不懂得欣赏。 随即, 依诺看向站在角落里的卡伦, 他美吧? 很美。 嗯, 是的。 依诺很是满足地抱着猫, 又走出了出去。 卡伦正准备降门关闭, 忽然间, 听到一声急促的呼啸之音, 像是一枚响亮的烟花, 升腾而起, 发出啪的一声。 卡伦马上透过窗户看向港口方向的天空, 是信号弹。 不再犹豫, 卡伦手中升腾起秩序之火, 抓住了捆绑在伍德先生身上的绳子, 绳子当即熔断。 走, 伍德先生没有问我妻女得救了吗? 而是毫不犹豫地对着窗户撞了过去, 落地时, 她的身上燃起了一道火焰。 卡伦也马上翻身跳下窗户, 跟在伍德先生身后。 忽然升腾而起的信号弹惊动了整个办公楼, 而联络室内的动静, 也马上被伊诺捕获。 卡伦刚落地, 回头一看, 就看见伊诺抱着白毛身形, 也从三楼落了下来。 下一刻, 卡伦身上当即浮现出海神之甲, 对着前方的伍德先生喊道, 别跑, 给我站住, 别跑。 伍德先生身上有火焰加持, 不顾一切地向前方奔跑, 卡伦在后面追着。 这时, 一道水波从卡伦身边过去, 正是伊诺, 瞬间拉近了和伍德先生的距离, 之所以只给他上了绳子没做其他限制, 一是因为需要他妻女被作为了人质, 二是因为根本不认为他能逃脱。 伊诺右手依旧抓着猫, 左手探出, 身形快速拉近之下, 即将抓住伍德先生的肩膀, 整套动作很是轻松协议。 卡伦双眸瞬间泛红, 双臂一甩, 暗月之刃直接释出, 身形瞬间加速, 冲刺到伊诺身后, 对着他的后背就直接砍了下来。 伊诺脸上原本的淡定从容在此时完全消失不见, 他真的无法想象, 自己身后的手下, 为什么会在这时发生这种变化? 但强烈的危机感让他开始进行本能的防御, 在他的身上也浮现出了海神之甲, 但更为浑厚, 甲咒的纹路极为清晰。 但卡伦的暗月之刃还是强行穿透了对方的甲咒, 继续向内深入。 这时,伊诺手中的猫忽然裂开, 化作了一滩血雾, 融入了他的甲咒之中, 使得其甲咒也开始泛红。 卡伦的暗月之刃终于破开了所有组织, 刺入了伊诺的后背, 甚至整个穿透了过去。 但伊诺的身体忽然化作液态, 直接炸开。 轰, 提升傀儡。 卡伦知道自己并未真的偷袭成功, 他也没料到对方爱猫的用意竟然是在这里。 不远处, 一团水雾凝聚出了伊诺的身影, 他用手背擦拭去嘴角的鲜血, 不可思议地盯着卡伦。 卡伦没有和他对视, 先前的那场偷袭既然没能成功, 那就跑。 在暗月之刃的加持下, 卡伦身形几乎化作了一道红光, 向着伍德先生逃跑的方向逝去。 伊诺见状, 身形再次化作了蓝色的水雾, 向卡伦追来。 海神指甲的速度提升也能这么快。 卡伦心里略微有些吃惊, 因为自己竟然没能甩开对方, 随即, 卡伦直接更换了方向, 自己引开他, 让伍德先生先跑吧。 卡伦相信自己先前的一番操作, 绝对让对方不舍得丢下自己。 果不其然, 在卡伦更改方向后, 伊诺直接无视了伍德先生, 转而继续追向卡伦。 就在这时, 第二发信号弹升空, 紧接着是第三发信号弹。 一发信号弹是撤, 两发信号弹是弹, 三发信号弹是往死里弹。 显然, 队长已经摸清楚了对方的具体实力, 下达了命令。 卡伦迅速停下身形, 一个转身, 面对伊诺。 伊诺也马上停了下来, 隔着一段距离, 看着卡伦, 他的后背处, 已经有鲜血在渗出。 你是什么人? 伊诺问道, 汪。 斜侧房顶上, 一条大金毛正在奔跑, 他的身上绑着一根绳子, 绳子另一端系着阿流斯之剑, 伴随着狗的奔跑, 阿流斯之剑在房顶上滑出一串火星。 在房顶尽头处, 金毛纵身一跃, 狗和大剑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于半空中, 金毛咬断了身上的绳子, 卡伦伸手接住了阿流斯之剑。 落地后的金毛, 马上朝着伊诺呲牙咧嘴, 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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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诺皮肤上出现一片猙獰的鳞片, 气息也随之暴增。 呜呜! 凯伦被这一幕弄得有些气虚, 毕竟他现在只是一条狗。 但当他转身看了一眼持剑站在自己身后的卡伦后, 马上重新鼓起了信心, 更为嚣张地对着伊诺狂吠。 一如当年,